好啊大家好啊今天是1月14号 那么明天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纪念日啊 那么美股呢是修饰 但是今天的这个期货市场呢还是照样开盘的 因为亚洲呢像彭博啊CNBC啊这些财经台 在亚洲地区欧洲地区还是开播的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美国的独特的节日啊 那么今天呢我们啊 CRAZY王直播呢将会推出一个日经的专专门的特别节目 以后呢我几乎可能不定期的每天呢都会给大家分析这个日经期货 因为老王呢在最近啊就是在新年年初的时候呢 我跟大家讲啊跟我们的会员讲啊 因为我们当时有会员啊说这个 要买这个日经啊要买中国A股 我说你不要买中国A股 我说你你你你你来买这个日经啊 你知道当时我跟大家讲了 现在中国A股里面有一个什么私募美女啊 以前做量化的 天天在唱唱多中国股市 唱衰美国的美元 我说你这个美女啊你不知道是到底受了什么一样的影响 反正你一半的脸是很美的 但一半脸的是一定是反向指标 我跟大家讲 我说现在日本股市已经紧喷 从上涨到能到价格形态到维加斯隧道 绝对是大牛市的开始 看我图买 大家看一下 我在33745叫大家买啊 然后呢 这个这个是1月8号 我给大家提个写啊 今天日经又去创新高了啊 又去创新高了 呃 现在是接近涨了2000点啊 如果我们做呃 期货的话 日经一个点是50美金 所以2000个点是赚了10万美金 是吧 呃 那么 很多朋友呢 其实参加我们APEX 我一直跟大家讲啊 理想是丰满的 但是啊 现实是骨感的 因为很多朋友他真的不喜欢 也不懂 也不没有时间 不懂 也没有这个爱好 所以呢 叫他来做这种短线呢 是非常难的 但是你如果听到 他听到10万呢 他就来劲儿啊 他就觉得这个 日经的保证金 期货的保证金是 6000块钱一口嘛 6000块就赚10万 三天就就爆发了 是吧 所以呢 我今天来跟大家讲 第二呢 我们的这个东北大哥啊 也给我们客服发来了微信啊 是要说 这个老王啊 看日经都是对的啊 但是我们有很多朋友 还希望老王每天搞直播啊 带大家进进出出啊 这个老王就免了啊 老王就免了 那么啊 我今天呢 就是跟大家讲 日经呢 这个几个图呢 就是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我没有 我没有短线 我不操作啊 我不操作啊 但是呢 大家可以去那个 像E-Trade ChargeWab 还有那个Sinko Swing 他们都有期货啊 期货的证券啊 如果大家想 想去做这个 日经的期货啊 那你可以考虑在这个啊 就是说 他的这个Sinko Swing里面 开一个期货账号 呃 就是说你不是APEX 对吧 啊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 待会可以加我们的微信 了解一下 怎么开期货市场 那么第二呢 嗯 我想跟大家今天 今天就做一个普及啊 就是日经呢 呃 他的这个 呃 就是说 做期货啊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资金啊 特别是你很忙 你一定要放逐足够的钱 才不会被盘中的这种波动 但是大家很多人 做股票的朋友 可能80%都喜欢老王今天讲的这种 期货的方法 你放10万你做一口 你没10万 我劝你真的也是 暂时不要考虑这个品种啊 不要考虑这个品种 因为呃 呃 我们犹如这个 在大海中 呃 一个远航的皮艇 一个翻一个翻个浪 就就把你给打翻掉 所以这个就失去了我们这种股市小白的 这种啊 想发财 但是又不要很多风险 那么日经今年的话 我会呃我认为日经呢 他今年呢 应该会去哈 日经的今年应该会到10万美金的话 今年应该呃拿住半年或者一年的话 应该能够赚到2025万左右 25万 但是止损呢 可能在两万五到五万 也就是说 你可能亏百分之五十 但是赚百分之一百到一百五 这我我讲的老王讲的比较实在哈 那么 日经呢 现在属于三浪三 所以今天 呃 这个操作策略呢 我也跟大家讲 啊 再去创新高 他的这个前期顶部呢 是在这个位置 是吧 他这个位置可能去 还是要去往上走 那么如果你今天没有 这个介入的话 哈 那么你就是耐心等回调 这样的话 安全系数会比较高 但是呢 你千万不要做空 千万不要做空 你做空的话 这个倾家荡产 倾家荡产 因为他是一个三浪三的结构啊 所以今天呢 是我们的一个 因为从日K线的角度 对吧 日经呢 他完全是一个 日经呢 是完全一个怎么样 是一个 头肩底的形态 所以他今年 啊 上接近四万了 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因为现在日本的这个 我刚刚也给我们会员区的朋友 贴了这个日本的日元先生的一个讲话 蛮有道理 他说 今年的日本的经济呢 应该是比 美国发展的还快 而且大家都知道地域问题呢 这个大量的资金正在涌望这个日本 啊 所以呢 这个 如果大家啊 有些朋友呢 我知道就是你怎么跟他讲APEX 明天呢 我有一场讲座 也顺便呢 在这里做一个 做一个广告啊 就是 明天的讲座呢 是讲一下什么是期货啊 因为现在股市啊 我跟大家讲 股市指数涨的稀里哗啦 但是你看特斯拉 对吧 Apple都是疲软的 所以大家的有点都比较郁闷 明天呢 我们有一场讲座哈 欢迎大家呢 到时候参加 扫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啊 扫一下我们的微信 呃 Chinese FN 2022 明天九点钟 东部时间 好吧 那么咱们今天呢 这一个啊 就是说属于日经的呃 日经的一个第一场开播吧 有机会跟大家聊啊 有机会跟大家聊 日经又涨240点 你看他又去创这个新高了 所以这个东西呢 对吧 很多说 哎呀老王啊 你这个说说说是回调 他不回调啊 那你不要急啊 对吧 日经又要爆拉 这个胆子 你在这里胆子大 你就去做好吧 那么今天呢 我还说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今天连续跌了三天了 连续跌了三天了 比特币呢 我认为哈 稍微跟大家聊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走到这呢 应该是一个 因为这一波呢 又割了很多韭菜 我们很多朋友都想 跃跃欲试啊 这个做比特币 很多朋友都不大喜欢老王 这种酸溜溜的味道啊 但是老王酸呢 可能让你酸的 应该怎么说呢 酸的让你 避免一些风险 亏 不赚总要比亏要好 是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比特币 比特币从越k线来的角度呢 他可能走了一个ABC 所以你一定要追勾 你不要害怕 你等破了这个四五万 再进场 比特币也可以 他这个ABC走势啊 另外最近芒格啊 也去世了 他说比特币是他看到的 最愚蠢的投资 他是一个赌庄 庄家开的一个赌盘 所以真正赚钱的都是那些 庄来收割韭菜 那么比特币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东西 但是 后来就是来了很多很多坏的东西啊 在影响他 就像老鼠 老鼠的死一样 这是芒格说的 所以这个比特币呢 应该走了一个大ABC的反弹以后呢 从这个结构来看啊 非常可能比特币再回到14500块钱 虽然华尔街开了很多ETF的这个盘啊 就是11个ETF 但是他们华尔街无非就是赚佣金嘛 是吧 华尔街只要有100%利润 他上脚手手下 他坐牢都愿意的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 华尔街叫大家去投资的地方 就是好的地方 他的用心是让你买他的东西 对吧 华尔街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他们最赚的钱就是我们这些人 他不想去挖金矿 因为他知道挖金矿有风险 他只想让给这个挖金矿的人 给他们制造工具 这就是犹太人的风格 稳赚不赔 他这个发个ETF 他稳赚不赔 有韭菜进来 他照样收割嘛 对吧 每天你放在那里就是给他收钱 他0.25% 0.21% 你买了以后套了 他天天收割你的钱 那你说你买他的ETF干嘛 KWEB 是吧 你不傻吗 因为你放10万美金 你今天 哎呦 我亏了5000了 那你每天都在亏钱 为什么呢 你的佣金在亏 然后你就变成一个赌徒的性格 说哎 我要爆赚 我要把这个赚的钱 连本带佣全赚回来 这就是赌徒的性格 那你还不如 去Coinbase买个比特币 放在那里 那也没有佣金 也没有这个手续费啊 所以华尔街就变着 向来收割我们韭菜的钱 是吧 喜欢老王 参加明天的这个讲座的话 扫一扫微信 好吧 资焉的老王 Chinese FI2022 1800958 8561 明天晚上9点钟 在油管 纽约时间 拜拜